其实大家都担心会再有大规模爆发 所以未雨筹谋很重要 我们之前提到过 有科研团队研究出流动荒仓 究竟是怎样呢 一起看看 在第五波疫情里面 安劳院舍成为了重灾区 因为当时院舍里面的隔离设施不足 导致有很多长者在院舍里面交叉感染 虽然现在疫情回落了 但是就有本地的科研团队研发了新方案 希望减得院舍爆发疫情的风险 本地科研团队研发的临时流动荒仓 可以进行空气淨化 预防院舍长者交叉感染之余 同时亦都标榜易装 易拆易存放 加上成本较低 已经在七间院舍率先事行 陈议员 当初为什么会構思 要设计一个流动荒仓 其实在第五波之后 我们看到安劳院舍里面 长者基本上很多都感染了 无论是员工也好 长者也好 互相感染的情况是非常之严重的 我们看到在医院里面 死了这么多老人家 其实大家都很心伤 在院舍里面 尤其是一些比较早期的落成的院舍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负压房的 就算有的都可能是一两间 这么大规模的爆发 事实上是需要有一个淨化了的空间 让老人家无论他是确诊 可能是怀疑确诊 甚至是在医院回来 病毒未清的情况 都应该有空间给他安置他 但现在是安劳院舍未找到的 那他可以怎样减得 院舍爆热的情况呢 其实当在院舍里面发现 老人家有发烧 那需要找一个地方安置 所以就可以摆入流动荒仓里面 当可能那个老人家 真的有机会确诊 等着送去医院的时候 也都可以有个地方安置 甚至乎员工 有时真的脱下口罩去吃饭的时候 当院舍其他地方都是病毒的时候 他真的没有地方安全地吃饭 这个也是需要的 另外老人家 他都要踩单车做运动 做运动你叫他戴着口罩 其实都很辛苦的 也都需要有一个空气干净的地方 给他去做运动 甚至乎家人去探访 又或者这两年来 有些家人跟我说 他说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因为院舍不能够进去探访 所以如果有流动荒仓 都可以放在里面 给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送去最后一程 这个我觉得都是 流动荒仓我们建立的 其中一个原意来的 各界和其他院舍 知道了有流动荒仓这个方案之后 其实他们的反应又是怎样的 我们都和院长那方面 去做沟通的 他们都觉得 有了这个流动荒仓 对他们是帮助很大的 尤其是有时候 不是很确定那个老人家 究竟他那个状况 是不是会有机会传染呢 其实他放在一个流动荒仓里面 是更加安全和稳妥的 对那个老人家 或者对其他院友都好 这个流动荒仓就好像一个 临时隔离房间那样 四面都设有胶片 里面的空气是经过过滤 不会影响失温 而且它是可以随时拆 随时装 循环使用 方便又环保 潘先生 这个流动荒仓 其实是怎样做到防疫的效果 其实这个本身是用一个医疗级 希望透过一个活氧 去将病毒去击破的 那本身这部机呢 我们有一个HEPA filter HEPA filter就是医疗级 H14级的 希望能够阻隔离一些病毒过了 加上这个内重环处理的一个淨化系统 那它可以将所有的空气 假设外面的空气 有污染或者没有污染 它会将它淨化了 进入流动荒仓里面 里面的空气是纯干净的 然后排出的都是经过处理的 所以这个流动荒仓 这两部机械 都是抽风机 都是经过空气处理了 然后令到流动荒仓里面的空气是淨化的 那一个流动荒仓需要多长时间 和安老院的职员可不可以自己砌的 这个流动荒仓 其实呢 我们已经采用了一个二拆二疗的方式 那些材料也是用金属材料的 普通一个安老院的员工 如果以两个员工去做 基本上半个小时至一小时都可以装到的 安老院社去应用这个流动荒仓 成本高不高的 本身部抽风机 它本身用NCCO System里面的铝芯 是不需要更换的 我们只需要更换隔层网 隔层网本身也是用环保材料去做的 加上这部的抽风机 那个电器是用LED的电器 还有本身的摩托是用移动式的摩托 那个电压的本身是说十几二十瓦使用的空间 一年的电费都是说八零元 那变成非常的环保 非常之限定 最重要的流动荒仓有一件事 它不会影响室内的冷气和暖气 因为本身很多坊间所做的附近方舱 它的气体需要排外 这个流动荒仓是不需要排外 因为本身吸入的空气是会经过处理 排出的空气也处理了 所以也没有影响室内的冷气 那个节能效果 那变成了一句说话 就是非常之环保 限定 流动荒仓虽然可以作为 紧急的隔离用途 不过吸收了今次的疫情经验之后 相信各界都会检视 花安老院社里面的各项措施和安排 做更好的准备 避免一旦疫情再爆发 疑波及长者